想要來成年就是想要訓練自己的 那個對操作的穩定度 然後來參加完之後 就覺得面對那個考試的緊張 就比較有可以克服 然後就收穫滿多的 那男同學有什麼收穫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認識到很多 那個業界上面很多新的快篩檢測那個儀器 就讓原本很好時的測驗 能讓縮短到可能五分鐘或十分鐘很快 就可以檢測出來 那另外一位同學呢 你的收穫是什麼 讓自己就是穩定度變得很好 然後比較不會緊張 我想大學不只是著重在學子的教育 那也更重視這個社會責任 那我們實科系呢 有承接的介護的這個大學的責任的 社會責任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承辦這個相關的一些活動 那本次的這個食品檢驗分析的競賽 在食安的這個區塊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不管是在食物中的這個雅硝酸原油 還是這個生菌素的檢驗 那另外呢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社會事件的食品安全 都是在最近呢 非常受到國人重視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一大學呢 承辦這一次的這個大學社會責任的這樣的計畫 我們就特別在這個社會 在學校的學子 特別高中時或我們大學院校來扎根 讓他們呢 在這個競賽當中呢 從趣味當中去學習 然後得到這個食品安全的概念 還有食品分析的相關的一些技能 這個活動已經是第三年的主辦了 那今年的主辦有幾個蠻不錯的特色 就是第一個 我們的實驗室已經經過一個翻新 所以大家可以在明亮寬敞的這樣的一個實驗室 進行一個比賽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很開心的 像那個齊山高農 齊山農工 他們連續來參加我們好幾次的這個比賽 那他們也有學長姐去年來參加比賽以後 今年考上了嘉義大學 所以來我們這邊參加這個比賽 那我們這個活動的一個特色的話呢 就是高中組人、高職組人跟大學一起來競賽 所以呢 他特別的要求學理 還有這個學術的技術 那還有這個團隊合作 是我們高職學生一個出探大學的一個很好的競賽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呢 我們也有種子高工來報名參賽 那種子高工是我們這個臨近的地區 他自己本身來講 本身以化工的專業來講 是不會去參加這個食品的這個競賽 但是呢 他們的學校老師非常的有心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大學跟高職的這樣的一個合作 他們的學生也來這裡競賽 那早上的競賽到現在來講 我看到每一隊都非常的認真 給了我們這個半體的工作人員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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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